全球最长的十座跨海大桥 中国上榜五座 你知道是哪些吗 10. 厄勒海峡大桥 长度16公里 厄勒海峡大桥连接丹麦的哥本哈根和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末 厄勒海峡作为一条天然的分界线 将丹麦和瑞典一分为二 厄勒海峡大桥的通车 使瑞典和丹麦人民近一百多年的海峡连接设想变成了现实 大桥从马尔末出发 海峡中建造了一座人工岛 桥有三部分组成 其中八公里桥梁 四公里人工岛上公路 四公里海底隧道 它所连接的丹麦东部地区和瑞典南部地区 将成为北欧及波罗地海地区国际性都市群最密集 经济最活跃 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 厄勒海峡大桥于1995年动工 2000年6月建成完工 并于7月1日正式通车 正式通车前呢 丹瑞两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 该桥被称为瑞典通向欧洲的大桥 9.丹麦大贝尔特桥 长度17.5公里 大贝尔特桥是一座连接丹麦西兰岛和飞鹰岛的大桥 横跨大贝尔特海峡全长17.5公里 大桥由三部分组成 从西兰岛到斯普澳岛之间为悬索桥和海底隧道 从斯普澳岛到英飞岛为湘梁桥 通常呢把东桥称为大贝尔特桥 大贝尔特桥于1987年6月开始动工兴建 1997年6月全线铁路通车 1998年8月公路桥启用 整个工程全部竣工 该工程总投资48亿美元 是欧洲当时啊预算最高的桥梁工程 8.周山金塘大桥 长度18.415公里 金塘大桥是中国浙江省内 连接舟山市与宁波市的跨海通道 位于徽别阳海域之上 是永州高速公路组成部分之一 也是舟山跨海大桥项目 及舟山大陆联岛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是舟山大陆联岛工程 五座主桥中最长的一座 金塘大桥于2005年9月30日动工兴建 总投资77亿元 2008年6月25日完成主桥和龙工程 全桥路段全线贯通 于2009年12月25日通车运营 金塘大桥西起交川枢纽立交 上跨徽别阳海域 东至金塘岛立交 线路全长21.029千米 跨海桥梁长18.415千米 桥面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设计速度100千米每小时 7.克里米亚大桥 长度19公里 克里米亚大桥被称为俄罗斯的世纪工程 该桥于2016年2月开建 大桥全长19公里 是俄罗斯最长的大桥 也是欧洲最长的大桥 横跨克赤海峡的克里米亚大桥 是一座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南部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公路 铁路两用桥 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桥梁之一 这座大桥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多年来 一直在讨论的横跨克赤海峡的交通通道项目 克里米亚大桥于2018年5月16日开放汽车通行 2019年12月23日 克里米亚大桥铁路桥开通 6.法赫德国王大桥 长度25公里 法赫德国王大桥又名巴林道低桥 1981年开工 历时4年多 于1986年11月25日建成通车 位于波斯湾中的巴林湾 是连接巴林和沙特阿拉伯间的跨海公路 大桥全长25公里 其中天海造地部分10公里 由五座桥梁相连而成 桥面有四条车道 设计时速为100公里 两侧有人行道 包括连接公路等辅助项目 整个工程耗资达12亿美元 资金全部由沙特方面提供 5.东海大桥 长度32.5公里 东海大桥北起上海市卢潮港 向南经东海杭州湾东北部至浙江省阳山深水港海域 是护鲁高速公路南端疏港支县组成部分 也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阳山深水港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东海大桥始建于2002年6月26日 2005年5月25日 东海大桥全线贯通 并举行贯通仪式 2005年12月10日 东海大桥正式通车运营 东海大桥线路全长32.5千米 桥面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设计速度80千米每小时 可扛12级台风 7级列渡地震 项目总投资额71.1亿元人民币 杭州湾跨海大桥 长度35.673公里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中国浙江省境内连接嘉兴市和宁波市的跨海大桥 位于杭州湾海域之上 杭州湾跨海大桥于2003年6月8日 电机建设 2007年6月26日完成合拢工程 全线贯通 2008年5月1日通车运营 2010年12月29日 杭州湾跨海大桥配套工程 海中平台海天一周运营使用 这一海中平台面积达1.2万平方米 既是救援平台 同时也是一个绝佳的旅游休闲观光台 线路全长36千米 桥梁总长35.673千米 桥面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设计速度100千米每小时 大桥引入了景观设计概念 借助长桥握拨的美学理念 呈现S型曲线 具有较高的观赏性 游览性 三 日本赖湖大桥 长度37.3公里 赖湖大桥是日本一座位于 本州到四国之间跨越赖湖内海的桥梁 全桥有多座吊桥 斜张桥 与两桥连接 构成了壮观的桥梁群 该桥在1978年10月10日开工 施工耗时近十年 到1988年4月10日时全面通车 该桥为公路铁路两庸桥 上层为四车道的高速公路 时速设计为100公里 下层为双线铁路 时速设计160公里 根据设计大桥可抗里市 8.5级大地震和17级台风 二 焦州湾大桥长度42.23公里 青岛焦州湾大桥也称青岛海湾大桥 位于中国山东省青岛市焦州湾之上 由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建造 是我国建桥史上建设标准和科技含量最高的 现代化特大型桥梁工程之一 焦州湾大桥于2006年12月26日动工兴建 实称青岛海湾大桥 于2010年12月22日完成主桥和龙工程 全桥贯通 于2011年6月23日命名为焦州湾大桥 2011年6月30日通车运营 于2020年3月30日开通焦州连阶段 线路全长42.23千米 桥梁全长31.630千米 桥面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设计速度80千米每小时 大桥投资额近100亿历时4年完工 在2011年9月被美国福布斯评为全球最棒桥梁 1.港珠澳大桥 长度55公里 港珠澳大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 珠海澳门的超大型跨海通道 位于中国广东省珠江口林丁阳海域内 全长55公里 其中主体工程海中桥隧长35.578公里 海底隧道长约6.75公里 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为了世界十大最长跨海大桥排名之首 港珠澳大桥于2009年12月15日动工建设 2017年7月7日实现主体工程全线贯通 2018年2月6日完成主体工程延收 同年10月24日开通运营 设计寿命为120年 能够抵抗8级地震16级台风 大桥的全部投资约为1100亿元人民币 海中桥隧主体工程估算投资约480亿元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 桥梁数据存在着一定争议 这些跨海大桥因为地理位置 建造技术等各有优势 文章仅以跨海桥面长度排名 因为尚无全世界统一的跨海大桥排名标准 以上排名仅供学习了解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同时让我们向建造出这些世界顶级跨海大桥的人们之计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关注资讯很简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